各位朋友,我是李劍 今天又出來山上了 這是一個雲霧苗繞的早晨 那我還是來一個我熟悉的地方 我今天把預計要去接近萬大溪的附近 但是我考慮到那邊我不熟悉 而且我第一次來 所以我還是先到我熟悉的地方逛逛 我正上方這個齁 是萬豐鐵管橋 所以我不說大概今天 大家也知道我又來到哪裡 萬豐鐵管橋的下面 我偷懶從這裡有山壁爬下來 它是一個樹林 不是很好爬 所以強烈的建議 要嘛就要帶同軍神 要嘛你不是常常來登山就不要爬 因為我剛剛已經摔傷 手的擦傷 被樹枝擦傷 要我滑了一下 好,那我現在來到河邊 我上次沒有清理我的雨季 所以我把它稍微清理一下 在這邊亮一下 然後順便休息一下 在岸上撿到幾個小Piece 小Piece就是我的開場 這幾個 看這裡好像有一個齁 對,它是沒錯 還可以啦,比較小一點 那我們繼續往裡面走 這邊也有一個齁 這一個 它有一點秀石 這邊旁邊也還有 看 這邊有刻意翻動 就是在上面 這一個 比較碎一點 這裡還有一個 喔,這可以喔 西枝鵝 這是什麼 拿著機關槍的人 這個不錯 好,這裡又有一個齁 這個還算大 有一點玉啦 這一面呢 還可以 好 收了 這邊又有一個齁 看一下 唉唷 挺大的 喔,這個不錯喔 這邊又撿到兩個 都已經洗過了 這邊也有一個齁 還不錯喔 有精有玉 這邊也有藏了一些齁 看一下 這一個 這一個 這裡還有一個 這裡還有一個小的 太陽開始有點從東邊出來 所以這個 打的光很強 有點刺眼 之前有個前輩 是跟我們建議說 你可以戴個綠衣扇 它就遮著 這樣子有時候就可以一邊看 不會那麼刺眼 但是因為我本身 我一直手要拿工具 然後 一直手要剪石頭 所以我比較不習慣用這個方法 我會戴帽子 帽子也是差不多可以遮一點光 這邊有剪到兩顆比較小 還蠻漂亮的 這一片有幾顆齁 我們來看一下在哪裡 好 這邊 這一個 小的 還有 這裡有一個 還有在哪裡 還有呢 我剛剛瞄了一下看到 然後看到就 忘記它在哪裡 也是很好笑 因為我剛才講電話 然後他講電話就一邊 眼睛在那邊瞄啊 好啦,沒關係,先這樣 這邊有一些大石頭齁 我把它翻開 下面有剪到一個 這個 稍微薄了一點 不過 這個 金屬紋路還蠻多的 我很專心在看這個 岸上的石頭的時候 忽略的水邊 轉頭一看 這裡有一個 在水旁邊 比較小但也還可以 蠻健康的 這個品項還不錯啊 雖然比較薄一點 但是還OK 這還蠻適合做椎子 這邊又挖到三顆 不大顆啦 還蠻健康的 這邊這一帶的狀況就是 可能要搬開石頭才看得到 還有時候是在封隙裡面 因為這個坡都大石頭蠻多的 因為比較小的龍蚊石頭 就會在它的下面 或封隙裡面 目前這邊的狀況都是這樣 好,這三顆 今天收穫真的是不錯 一路走過來 撿了蠻多中型的 但是是沒有很大顆的啦 一路上行 現在慢慢的 我已經走到取冰峽谷裡面來了 那我在這邊 一樣我就是翻一些大石頭 翻到一個 這一個 這個還不錯啊 蠻厚實的金屬也蠻多的 蠻厚實的金屬也蠻多的 然後我剛剛魚光有瞄到一個 我覺得它應該是 魚光瞄到在哪裡 這裡 這裡有看到一個 洗一下 對啊,這個也是 比較小一點 我們這邊有剪到一顆 這個 這一袋跟側面 有一點金屬的 可惜它好像沒什麼玉子 就是 橫那邊有一點金屬 我再帶回去玩玩看 因為夫人有交代 她喜歡這種 好 繼續努力 現在就快要到盡頭了啦 這邊已經 到快到出口了 那就走到盡頭就回頭了 好 感謝今天夫人付小孩 算我一個人出來 我一個人出來非常的快樂 真的 就是 早早來,早早就回去 我還可以睡個午覺 好 這裡應該是有一個 多一點出來 沒有說很好看 這種人應該通常就不要了 太醜了 就有點氧化 這邊有一個枯木 我剛剛 繞金它一周 因為有時候會积一些東西在旁邊 真的有找到 我把工具放在這邊做記號 先不動它 在這裡 這個 這個還可以 背面更多 來,我們把它洗一洗看看 有喔 還不少啊 這個不錯啊 有精有玉有食 好瘦啊 今天真是滿載而歸啊 我現在已經走到差不多峽谷的盡頭這邊 我要回頭了 真的是陸續撿到不少 有大有小 好啦,今天也算是很滿足了 要回家了 很高興又來到這邊 然後剛好這裡也頂到一個下課 然後剛好這裡也頂到一個下課 這裡 看一下 唉唷,還不錯耶 還不錯 有精有玉有食 還滿大的 好 好 好 你 好 好 在回程的路上有撿到三個放在口袋 這三個 還不錯耶 這麼厚實 也是有精有慾 小龍骨 這個 不錯 這個就給都人的 他喜歡那種有包金屬 好啦,回家啦